好的,阿姨,我們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好的 阿姨早,我是繳匪學院 那麼最近新疆地區 也就是東突厥的寫棉花議題 成為了全球媒體的焦點 但是我想寫棉花 或者說是強制勞動的這個問題 應該是從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就一直存在的 但是這並沒有妨礙這些西方國家 跟匪區度過了20年的全球化蜜月期 我想現階段肯定不是匪區人權最糟糕的時候 當然我意思不是說匪區的人權有過任何改善 只是在西方與匪區在做生意的時候 應該是早就知道中國人的勞動狀況 就是一個特大型的露天集中營 但是最近這些主要歐美國家政府 跟那些跨國的服裝品牌 他們突然對這個人權議題達成了高度的共識 彷彿找回了他們失去20年的良心 而且這次匪區 他們慣用的這個義和團式的抵制法 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因為他們在抵制這些歐美品牌的同時 也會使得這些歐美品牌 有可能將代工基地全面轉移到印度跟越南等地方 導致匪區自己的服裝代工出口 他們賺取外匯的能力遭受嚴重打擊 那麼請問這一次美國與歐洲 就這個新疆的人權議題聯合施壓 背後可能導致的經濟脫鉤這件事呢 是不是他們達成了某種攻守同盟 同時如果這背後確實是為了經濟脫鉤 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挑棉花這個產業 我想由於阿姨在新疆生活過很長的時間 應該對新疆的年產業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不知道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這個其實是由來已久的 就是自由派媒體和英美國家地義的關係 早在拿破崙戰爭那個時代 就已經被戈德和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看出來了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相對於英國來說的話 歐洲大陸就算是落後國家 相對於萊茵和一起的西歐 德國就明顯是落後國家 相對於包括德國在內的整個歐洲俄羅斯的落後國家 與此情況相似 但是至少亞洲人幾乎完全不了解的西班牙和愛爾蘭面對小歐洲 他們心目中的小歐洲 實際上就是萊茵和以西的英法和荷蘭三個國家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近代人包括日本人普遍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 面對東方所產生出來的東方後發國家、弱勢國家產生固有的內部靈魂分裂現象 其實是普遍地存在於包括這些東方人以為的地地道德的西方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愛爾蘭人之類的 很少有人能夠分得起英國和愛爾蘭人 但是愛爾蘭人面對英國、西班牙人面對法國的內部分裂的感覺也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說,西方的先進思想至少是在落後國家、比如德國的歧視鏈市場上佔有先天的便宜 而它比如說在德國、西班牙和愛爾蘭發揮的是促使社會內部分裂的力量 幾乎所有的中歐保守派政權,這些保守派政權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拿破崙戰爭以後的東方三皇帝同盟、梅特列親王製造出來的普魯士、俄羅斯和奧金利三皇同盟 長期以來就憤怒地感覺到英國自由主義是在破壞它們本身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非常廉價地在本國 特別是在統治階級的候選人和候補職級當中產生出大量的反政府分子,破壞了保守主義政權的神聖性和政府的穩定。 表面上看好像只是思想問題,但是它有政治效果,使得這些內部分裂的國家在外交上處於被動地位。只有英國的反政府的自由主義輿論和即使是保守的政府之間在國家利益問題上指向同一個方向。 像愛爾蘭作家的革命,它所謂的革命是意大利燒炭黨人那種革命,愛爾蘭共和軍那種意義上的革命。跟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絲毫關係,但是還是因此而言錯地被挖地的文學史家發明成為革命教育的經典,那部小說《流氓》。 因為它在歐洲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人提過,還有它另一部續集《流氓在流氓》中,變成了具有俄國風格和無政府主義風格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革命家的寶典。 它當中有一個情節說,主人公大概是在意大利革命,它所謂的革命是跟意大利燒炭黨人之類的激進組織聯合起來,反對澳地利和親澳地利的意大利保守政權,企圖統一意大利。 被槍斃以後,英國政府發表聲明說是抗議意大利各邦政府侵犯人權的行動。而主人公亞瑟就是這個被槍斃的革命家,他有一半的英國血統。 因此,他從肉體上、思想和政治行為上,都是梅特利亞親王還有阿爾伯特親王曾經抱怨過那種,巴脈尊式的英國被動輸出自由主義,表面上看是跟政府毫無關係的民間行為,結果在歐洲大陸引起了政治分裂。 而這些政治分裂變成英國人抓在手面的一個小辮子,使歐洲君主制政權在英國面前處在外交被動的狀態。 葛德早在威爾納阿輝伊拉時代就已經開始抱怨了安格魯人的虛偽。但這種虛偽實際上是被動一方內部分裂、靈魂分裂的產物。 而阿爾伯特親王自治會卷得正式現代,因為他是一個德國王子。他在英國精英階級的內部爭議當中,是非常同情中歐各君主國的。 而巴麥尊勳爵,他的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來自於1830年的激進派。1830年的激進派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1789年英國內部同情法國大革命的那一波人,包括很多清教派的牧師。 因此,阿爾伯特親王影響維多尼亞女王,要求他們不要放任英國的激進派資產界和工人階級。 所以,在自由派報刊輿論的壓力之下,把鎮壓匈牙利獨立戰爭的奧地利將軍描繪成為食人怪獅和殺人魔王,以至於這些將軍們跑到英國來訪問的時候,被那些沒有任何國際知識,只是憑自己報刊輿論來看問題的工人階級群眾在酒吧裡面揪出來痛打。 這種事情使英國外交官不得不向奧地利皇帝道歉,但是這道歉當然是形式的。別顧了將軍在你在埃爾打,你維持治安不定,你當然應該道歉。 但是實際情況的內幕是,巴麥尊首相聽到這些將軍埃打的消息以後,喜不自盛,覺得壯見的英國老百姓真的很牛逼。 當然,形式上道歉是道歉的,但是我真的很覺得很佩服他們。 但是,阿勒伯的親王卻覺得如山考畢,覺得巴麥尊俊爵這麼幹跟路易十六的那些開明派大臣有什麼區別,這是在動搖歐洲君主制的根本。 而英國也是君主制的國家,澳地利人鎮壓匈牙利人,英國不也有愛爾蘭問題嗎? 巴麥尊俊爵這麼搞,難道不是他手下的激進派,毫無遠見地鼓勵革命黨人破壞歐洲君主制,同時也間接地破壞了英國君主制和英國在愛爾蘭統治的基礎嗎? 然而,巴麥尊俊爵卻表現出今天美國人來具有的一種精神,就是說,這TMD跟我有什麼關係?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愛爾蘭問題跟蘇阿利問題沒有任何不同。 匈牙利問題顯然是反動落後的歐洲君主國家,鎮壓正義和進步的匈牙利人民。至於愛爾蘭人的話,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眾所知,所有體面的愛爾蘭人都是講英理的,只有極少數吃土豆的野人,他們跟印第安人沒有任何區別。 誰認為我們對愛爾蘭政策有任何問題呢?那就是說,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政策,全世界所有國家對於落後的原始居民政策,全都有問題。這兩者難道可以相互評論嗎?沒有任何有健全常識,誰這麼認為? 我們要注意,這種反應其實體現了歐洲大陸人的這種心理。不要總是聊在致意裏面的心理。 就是說,女鬼對狐狸精說,你說我不是人,難道你是人嗎?你們英國人總是說我們歐洲大陸人,譬如說販賣奴隸什麼什麼的,你們沒有販賣過嗎? 媽的,戈德同志正確地指出說,你們在布里斯科要販賣奴隸的時候發了一筆大財,然後你們攜手上岸了,鄭重地告訴我們,奴隸販賣是不道德的,你們發大財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出過海了,一文錢也沒有正道。 好不容易,我們隔了兩百年,終於發現了花大財的秘密,準備花一筆大財的時候,你們又跳出來告訴我們,販賣奴隸是不道德的,那你們販賣奴隸的錢還放在自己口袋也沒有取出來的,好,你花財花完了以後不准我們花錢,你說我們是不道德。老天,這個地區上還有一點工人可言嗎? 歐洲大陸人像所有的落後者一樣,不一定是落後者,但至少是被動者一樣,很希望把英國人也拿下去,證明英國人跟我們一樣,我們鎮壓修安利人,你們鎮壓愛爾蘭人,大家就拉拉手,誰也別戳誰的背吧。 但是,八百尊勛爵罪這件並不滿意。他認為英國人鎮壓愛爾蘭人,這是完全符合劍權常識的事情。澳東利人鎮壓修安利人,這是令人發指的、侵犯人權的暴行。給他講道理是毫無用途的。 歐洲人的希望是,我們也可以製造出反面的餘人來,讓你留一點不好意思吧。但是,八百尊勛爵拿出了約翰劉一樣的精神,表現出他一點都沒有不好意思的感覺。唯一留一點不好意思的是阿爾博士親王,但是阿爾博士親王自己就是一個德國人。 顯然,英國的下層階級對他們的首相是非常欣賞的。正如首相本人,很欣賞英國的下層階級,他們完全看不出自己有什麽心虛和理虛的必要。 中國輿論在習近平發動反腐的時候和美國大選發生爭議的時候,包括最近楊潔勢跑到阿爾斯加去討價的時候,都有跟戈德和梅特利的親王同樣的感覺。 就是,這一次美國總會感到羞愧了吧?他們一直說,我們很腐敗,現在我們反腐反得這麽激烈,是不是在道德上已經找到主動權了? 還有,你們總是說,我們的選舉怎麽怎麽怎麽,現在你們的選舉出了問題了,是不是我們應該斥理一下? 因為現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腐來的事情,大家已經完全忘掉了。結果就是,美國的語論像當年的英國語論好像毫無感覺似的,就是說雙方的影響是不對等的。 中國的反腐,確實是包含著中國精英階級被西方輿論不斷地罵的,我們要注意事件上真的是皮厚到完全沒有感覺,其實是沒有。只是出於弱勢這方面必須硬著頭皮、忍罵。 但是,他們如果能夠自然稍微豐富一點,能夠翻身的話,還是很想把自己洗白或者租給水這個東西。本來是笑罵由他,好觀我之為之,那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有辦法的話,我還是要翻一翻身。這種心態是根深底固的。 所以,他對中國精英決策者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他們的骨子里面對於美國人不見得很重視的輿論是非常重視的。儘管口上說共產黨絕不害怕罵,但是他們其實是非常害怕罵的。 他們也很希望像戈德一樣把美國人拉下去,但是美國人的脾氣好像非常厚。但是中國人對脾氣的理解來說,或者說像法國人、拿破崙和德國人對英國人的看法就是,英國人天生感覺遲鈍。像威頓頓攻略,他既然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已經打敗了,還在繼續打媽的。如果是法國人或者德國人,這時候你應該認輸了對不對?但是英國人就是遲鈍而遲鈍。 這一點一定跟英國的氣候很有關係,因為英國人是在大物中長大的,尤其是吃牛肉和喝啤酒的民族,跟我們喝葡萄酒的感覺敏銳的、有知識分子頭腦,什麽都懂得歐洲人不一樣。他們真的什麽也不懂,他們都不懂,他們應該感到羞愧。 你看,落後國家對於優勢國家的輿論一般就是這樣的。這裡面背後反映就是,極少數的優勢國家,而且相對而言,英國對歐洲大陸就跟歐洲對前世代差不多的輿論作為武器的不對等性。 推特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殺手,但是在美國本土也就那樣了。巴麥尊和他那些感覺遲鈍的酒館老闆和工人階級,可能真的沒有感覺到,他們對歐洲信息的唯一來源那些亂七八糟的小報有任何問題。 那些亂七八糟的小報的質量大概就跟舊金山書店裏面賣的那些習近平和他的七個女人一樣。那些作家大概跟西洛寫的那些小說一樣,迎合的是劣奇文學家的讀者的癖好,因此也就把那些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將軍描繪成為普普通風的暴徒,甚至是低級恐怖小說中的那種殺人魔王。 因此,這樣的人真的出現的時候,那就像是被美國左派媒體曝光的那個南越警察局長一樣,跑到美國以後,還有人跑出來為南。 因為他們對越南的唯一瞭解就是,美國左派記者拍了那個他槍被越共的照片,這個人肯定是殺人魔王,你露出出來,我們想打你的。 這樣的權力,英美的小報記者一般來說意識不到他們對外國有如此之大的權力。 而匈牙利的奧地利皇帝的將軍在世界秩序的真實市場上,是都鬥不過在英國酒吧間喝酒的英國工人的。 這個不對等性,使得包括像哥德這個級別的精英知識分子和政策分析家在內,普遍都認為英國的政治和媒體之間存在著類似川普所說的生成國家那種的勾結關係。 但是,從考據意義上這種勾結關係顯然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存在的話,那麼真正存在的東西恐怕只有葛蘭西意義上的那種文化陣線。 就是說,知識分子無意識地受到了資產階級社會建構的影響,因此他們所主導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而受他們影響的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也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不能成為合格的革命者。 換句話說,用不那麼知識分子的酒館老闆的話來說,其實下層階級的心理結構基本上是保守的。任何激進改良的思想的基礎不是廣大的下層階級,而是中產階級的激進分子。 在法國大革命大的時代,往往是英國非國教派的牧師,換句話說就是體制外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精英人物像是醫生律師這種人,最有可能變成激進派、改革派和革命家。 而下層人民像迪士雷利所指出的,一般不是。下層人民雖然窮,但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結構往往跟貴族階級相同。他們是最崇拜的貴族喜歡詹達堡的秋徒這樣的亂七八糟的冒險文學入水人,也就是這種人容易被小報記者所煽動,認為歐洲大陸的那些將軍們都是磁人魔王,於是連帶就覺得被他們鎮壓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大概是好的,其實也不見得。 如果從文明歧視念的角度來講,奧地利人的程度大概比英國要差一點,但是中安利人和意大利人還要比奧地利人更差一點。 當然,希臘人在法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法國人為了漁國所鼓吹的那種浪漫主義,法蘭西人對落後民族的偉大責任,法蘭西人對東方基督徒的偉大責任人,不要讓那些被土耳其野蠻人鎮壓的希臘人受到虐待,請他們到法國來。 然後他們悲哀地發現,這些移民到法國的希臘革命領袖們跟土匪頭子和土耳其人沒有任何區別。 說實在的,如果從生活習慣來講的話,他們就是第一道的土耳其人。 跟土耳其人一樣,帶著我們敬愛的凱默兒童子最憎悟的那種落後的尖尖廢翅帽,在自己的後院裏面修一個孟德斯丘懷著葫蘆白式的東方主義色情愛好,產生了無數遐想的小型後宮。 不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女人,養一波一太太,然後讓自己家族守著她們,時不時還要在自己社區裡面進行施行,像土耳其人一樣拷打可憐的犯人,使得法國人大為震驚。 難道我們心目中跟波蘭和美國愛國之士一模一樣的希臘愛國者就是這副德性?為什麼他們跟土耳其人比較像一模一樣? 但是實際上,他們跟土耳其人就是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的程度就相當於是,乾隆皇帝那時候出身蘇州府的武昌之府跟蘇州旗鷹的湖北巡府一樣,從理論上講,一個是滿人,一個是漢人。 但是實際上,他們全都穿著滿洲式的服裝、穿著滿洲式的貂皮大褂。生活方式和行為是完全一模一樣的。當時的希臘的聲勢和土耳其的聲勢,實際行為模式是完全沒有什麼區別的。 土耳其人的野蠻在希臘人身上一點也不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話,因為希臘人還是更窮一點。 希臘人跟土耳其人的區別,在當時還是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通過爐內高潮爆發出來的,其阻撓的依據是早已經死去千百年的蘇格拉底和拜安庭皇帝世界希臘文學作家。 只見過書上的希臘人,從來沒有跟活著的希臘人打過交道的歐洲知識分子感動得要命,忽然想起的希臘人是我們的祖先,不能讓他們被土耳其人虐待。 然後,他們真正接愛的希臘人,希臘的達官貴人,行為模式跟土耳其的軍防沒有任何區別。 真正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到了英國以後,他們在英國文學上留下的印象就是,福爾摩斯小說和威爾西克林斯小說當中描繪著意大利黑幫。 威爾西克林斯小說當中有一個叫《白英女人》,也是偵探小說,當中最大最壞的元凶就是一個像富滿洲似的狡猾的人物。 一個意大利流亡者,雖然是男人,但是性格像女人一樣。他從來不說老實話,製造各種各樣的陰謀。外表上溫柔體貼,實際上卑鄙殘人。作為反派人物的英國貴族,之所以虐待他的妻子想奪他的家產,沒有別的,就是被這個意大利壞的朋友戴壞的。 這個英國貴族本來也是個普通的浪蕩族,喜歡花錢賭博,喜歡敗家而已。真正心黑手辣的事情,英國人幹不出來的,最後他自首會變成壞人。完全是因為他收容了這個可怕的意大利卑鄙小人的員工。 順便說,蘇格蘭人認為,後來被伊麗莎白女王之所以墮落,完全是因為他的瑪麗女王是一個有受過法國高等教育的貴婦人。她喜歡高級音樂,而蘇格蘭沒有什麽音樂天才,除了那些民間歌手和蘇格蘭的肅琴手之類的以外。 所以她請了一個萬惡的意大利音樂家來給她演奏音樂。廣大的蘇格蘭貴族在莫頓勳爵的率領之下,一致堅定地認為,瑪麗女王之所以會變壞,最後之所以會謀殺親夫。 完全是因為那個萬惡的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是如此的狡猾,我們北方日耳曼人的後裔,耍英文鬼的絕對耍不住他們,我們只能殺了他們。要不然,不能清君徹的話,我們的女王是一定會被他們帶壞的。 在莎士比亞的細語當中,約克公爵對意大利人也是這樣的。我們這些笨拙的北方人要學意大利人的彎弯繞著眼,我們是學不會,但是我們的心腸是好的。 我們要注意,老家徒對希臘人也是這種看法。這些爛俗文明的代表像女人一樣狡猾,他們不肯像男人一樣堂上陣的說字要求,專門搞英文鬼記。 也就是說,總而言之,意大利流亡者後來真的到了英國,英國對他的感覺是,他媽的都是黑幫分子。革命黨人跟黑幫分子有什麽區別? 白衣女人裏面的那個意大利伯爵,他就是一個類似燒炭黨的秘密組織的黑幫分子,他身上有黑幫分子的烙印。福爾摩斯小說《洪代退》也是這個樣子,他們身上有黑手黨或者革命黨的烙印。如果背叛的話,會被黑手黨或者革命黨殺全家。 你們這個算什麽自由戰士,跟黑手黨有什麽區別?是沒有什麽區別。意大利人確實是這樣,更不要說希臘人一樣,像辛亥年的同盟會議一樣,非常依賴於江湖會議黨,以及如果你從了我們革命黨,王金發、都督,你是一位民粹新史的中華民國英雄,一直到臺北都可以入住,先前辭的。 如果你們沒有從我們革命黨,同樣的行為就是一個江湖倒扣,都督要戴軍的腳影,有什麽區別?這完全是一個馬基亞威利主義的行動,我們要收賣一些江湖好汉為我們革命黨的頭部,盡情而已。他們的行為模式是你文明標準更遠的。 但是,在英國輿論對奧地利人不滿意的時候,他們完全不提奧地利人鎮壓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是什麽樣子。匈牙利人,包括後來的波蘭人一樣,有一半是草原性格。 他們的大庄原主像巴西的奴隸庄原主一樣,殘酷地虐待龍奴。瑪利亞特雷莎女王手下的瑪利亞貴族可是連一個猶太人都不會殺的,而匈牙利貴族在他們的草原上面對於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的猶太商人是會毫不猶豫地像是赤格特小時候中的約翰王一樣,把他們關進城堡的地牢從他們手上逼出錢來的。 這種行為在奧地利皇帝的宮廷裡面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但是當奧地利人鎮壓匈牙利人的時候,英國廣大的下層階級和小包族者完全不知道匈牙利貴族對猶太人、羅馬尼亞人和斯拉夫人有可能和正在幹出什麽事情,這些事情毫無疑問是比奧地利人對匈牙利和意大利人幹出的所有事情都要更惡毒的。 1830年和1848年的奧地利皇帝,應該說他能夠實施的最大虐待,也就是槍斃人而言。 而匈牙利貴族在東方,我們要注意,當時的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羅馬尼亞人當時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當時大家只知道,有土耳其和匈牙利邊境上的多老和兩公國時不時能落到俄羅斯人手中和土耳其人手中,這個地方哪里能算歐洲。 相比之下,那些地方真正實施中世紀式的酷刑。但是相對於土耳其和羅斯來說,中世紀的酷刑比起東方式的酷刑相當人道,這就是一個歧視鏈的東西。 但是問題在於,英國公眾哪里知道這些?如果你問英國公眾什麼叫做暴行,他們閉上眼睛回答說,那一定是血腥瑪麗。血腥瑪麗屠殺的清教徒一個一個數下去,好像是三百多人。 而且沒有問題,這都是因為跟馬力女王一樣,這完全是他嫁錯了人。他有一個西班牙人的丈夫,一切都壞掉了西班牙人的手段,這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英國本土天主教徒我們也認識的一個,沒有那麼壞。這是英國當時的下層階級和小包組織最基本的看法。一定是A.意大利人的錯,B.西班牙人的錯,三.法國人的錯。 隨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爆發,法國人的錯,這個學派所佔的分量極具上升。在那以前,意大利人的分量比法國人還要更加明顯些。 以後,隨著法國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威脅達到高峰,普遍認為法國人最壞最狡猾,天主教徒比新教徒要狡猾得多。 像柏拉特姐妹那樣的小說,小說家時不時覺得她的小說露出偏見,天主教徒和教徒的女孩子都比新教徒更狡猾些。 我們天真純潔的清教徒的女教師到歐洲大陸去教一教書,碰上那些法國天主教教徒的女孩子,哎呀,鬥心眼我是鬥不過他們,誰讓我們是英國人和新教徒呢?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鬥心眼的。諸如此類的偏見是無所不在的。 他們被拿破崙戰爭推波助瀾得點燃了。要是按照哥德這樣的看法,我很難相信英國人的民間輿論不是跟英國政府配合好的。這些事情太符合英國的國家政策了,但是問題是,它也真不是英國人配合好的。 如果小報記者都要領兵黑的話,英國政府早就破產了。小報記者是為了迎合公眾的偏見,那些讀者的偏見,才天由家促地發明出這些東西。 就像他們以前的宗教改革時期,發明出蒙特祖馬皇帝的女兒,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可憐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統治下受到了多麼可怕的虐待諸如此類的。 這樣做之所以可以理直氣壯,是因為當時的英國人並沒有佔領印第安帝國的主要地區,所以西班牙人無論如何虐待印第安人,跟英國人是沒有關係的。 而英國人有了殖民帝國以後,英國人如何虐待印度人,就變成美國人攻擊的一個對象了。總之你可以看出,人都是這個樣子的。 在奧地利人虐待匈牙利的那個階段,就是巴麥尊雄女的那個時代,1830年和1848年之間,下層的英國公眾和小報記者對萬惡的奧地利皇帝如何虐待匈牙利和彈利人知道得很清楚。 對於意大利人的黑手黨是怎樣的,把他們當中的背叛者處以施行,匈牙利的伯爵們是如何對他們的猶太人關在地牢裏面的事情,是一點都不知道。 在他們心目中,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是無辜的、可憐的受害者,像是血腥馬力殺害的那些新教徒一樣,都是我們很熟悉的好人。 怎麼可能是,像是老奸計劃的馬基亞威尼索索,每一個巴掌都是拍不翔的?世界上沒有幾個人是完全無辜受害者。老實說,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親密關係,那個SM的親密關係,往往是比夫妻還緊密的,很少有完全無辜的所謂完美受害不存在。 但是,當時正是拿破崙已經垮台,神聖同盟主導歐洲,而英國人主導海外的時代。兩個勝利者聯盟,像人類本性所固有的那樣,必然會導致勝利者聯盟的分裂。現在已經沒有拿破崙了。 萬惡的波王家族在法國復位以後多麼可怕,派出了一些以革命黨人為主的軍隊,因為法國軍隊還是拿破崙都下來的老兵多。 只不過他們被波王王朝和妥協專家路易斯把封了一些伯爵和公爵的頭銜以後,面不改善地說,我跟路易斯的貴族是一樣的。 法國失勢的保守派發現波王朝復辟並不能奪回他們的權力,憤怒地說,路易斯把封政策和拿破崙有什麼區別?這個萬惡的意大利篡位者,波奧拉巴特,這個話音是意大利的話音。 我們法國人四死不承認他是法國人,他連法國人都不是政策,不就是讓那些萬惡的革命黨人娶法國正統貴族的女兒,像拿破崙本人娶奧地利皇帝女兒那樣,把他的篡位政權洗白嗎? 他們對拿破崙政權和路易斯把政權縱容了那些老丈的看法,就跟我對改革開放資本家的看法是一樣的。有沒有搞錯?你們搞改革開放不是說你們搞共產主義搞錯了嗎? 既然搞共產主義搞錯了,第一件事情難道不是把你們當初操募我們財產還給我們嗎?怎麼樣?為什麼那些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你們還是戰力的中心,把我們那些最正統最正統最正統不過,在大清皇帝還沒有退位的時候,在袁世凱大總統還活著的時候,最正統的資產階級提到一邊?這是出了什麼毛病呢? 但是路易斯把是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拿破崙政權的軍隊是他的主導資產,他不願意像是老保守所指望的那樣,把他們統統解散,而且他還要做出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兵到柬埔寨去維持和平,鎮壓紅色的高棉一樣,派出這些軍隊到西班牙去保衛西班牙的正統軍組來鎮壓,跟法國革命黨是一家的西班牙革命黨。 這種事情,在歐洲大陸和在英國極起了完全不同的反應。歐洲大陸的保守法就是,我所謂的沐侯爾官,現在革命黨人也變成我們正統貴族了,我們沒有辦法。出於政策的需要路易斯八決定的事情,我們沒有辦法。 就像是,柯林頓總統已經決定,共產黨的幹部可以說改革採訪資本家。我的意思是,我很想像張宗林元帥一樣把他們吊死的,但是我能惹得起他們,但是惹不起柯林頓總統,只有眼睜睜地看到他們面目改成說自由主義資本家。 我自己有什麼辦法呢?就是我罵他們。罵他們的辦法是這樣的,對於奧丁利的正統規則就是這樣的。 我們在舉行舞會的時候,當法國將軍來參加舞會的時候,法國司令官報告說,奧特朗多公爵駕到奧丁利的暴力官就堅決說是,我忘了是什麼將軍? 賈丁利是墨樓將軍嗎?其實不是墨樓將軍,因為墨樓將軍當初就到了美國了,某某某將軍駕到。法國暴力官再報告說是,某某某公爵駕到,奧丁利的暴力官接著報告說是,某某某將軍駕到,那就法國將軍臉上掛不住,當場就扶袖而去了。 因為這種行為就是一種羞辱,表示說我們正統貴族只承認你們是將軍,不承認你們是爵爺。你們那個爵爺是拿破門封的,那不是真爵。 但是他們的政治上顯然是失敗者,因為路易十八都已經承認了拿破門封的公爵了。那就是說,奧地利皇帝既然承認了路易十八,那非得承認他們是公爵不可,而且他們理直系上可以取貴族階級的女子。四客人輸不客人。那麼我們怎麼辦呢?孔子做春秋而亂成賊子劇,我們在自己虛幻的空中亡國繼續抵制這些萬惡的篩尾者。 這是歐洲正統派的想法。歐洲正統派因此就覺得亡羊補牢,亡羊補牢。我們要加緊扎緊正統派的歡禮,再也不能拿破門封留下這批人媽的在英國人和法國人的保護之下已經名正嚴肅的專注的人來了,我們很難把他再趕出去了。 但是,我們再也不能讓這種事情繼續發生了。至少我們要像顧雁武所說的那樣,嚴肅、風俗、修修、綱紀。 順便說一句,攝政時代就是路易十五朝代,法國貴族和歐洲大陸貴族對於嚴肅階級建築的這種事情是很不嚴肅的。 儘管他們信誓待旦地說,破壞階級建築這些事情主要是萬惡拿破門幹的,但是實際上路易十五幹的事情就沒少幹了。 那時候,法國貴族階級娶非貴族階級的女子,然後把自己私生子國王陛下本人封了一大批私生子的公爵和伯爵。大貴族經常是有樣學樣的,將一級在他的文章上面拉一套私生子的斜線,但是還是要把自己平民階級私生子拉進貴族階級。這是他們幹的少不幹的。 如果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講,這跟拿破崙和約瑟芬、法國將軍們的婚姻有多大的區別?生物學的意義上顯然是沒區別的,但是政治的意義上還是有點區別。 後一種路易十八時代搞的這些,就是貴族階級發現雖然打倒了拿破崙,但是無法恢復自己原有的地位,因為中世紀積累下的幾百年的資源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沒有辦法。 復必本身並不能恢復社會基礎,沒有辦法。正如法王黨人巴爾扎克在小說中所寫的那樣,法國大革命給法國貴族階級所做的打擊太大了,沒有幾百年恢復不了。這時候路易十八還要再世。 然而查理第十為了進一步恢復他們的階級基礎,結果就激起了新一輪革命,使他們連原來復必得到的那些東西也揪光。 好吧,這是歐洲正統派的觀念。這些正統派的觀念在國內是階級,在國際上就產生了一個威脅。西班牙保守派的復辟對美洲有什麼影響呢?是不是要把美洲的自由黨人玻利瓦爾的營業也殺一波呢? 英國人表示說,出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緣故,我們認為歐洲君主國的做法是侵犯人權。我們管不了歐洲大陸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管海外的事情。海外你們不能這樣做。 B,英國跟美洲大陸的貿易在美洲各共和國獨立以後有了巨大的增長。波旺家族在西班牙,明知道西班牙和歐洲大陸任何地方的產品不可能跟英國的產品競爭。 而且前提是,如果他們有這些產品,實際情況就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像中國沒有芯片一樣,根本沒有這些產品。 所以你實際上的選擇就是,丹麥人和俄羅斯人在這方面當時的青鷹派。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毫無心理負擔,他們沒有任何工業產品。要么有英國產品,要么根本沒有任何產品。 但是法國和西班牙站在中間地位,他們有一些工業產品,質量差,價格貴,不如英國的。自由競爭是競爭不過英國獲的。 但是我們可以實行,波旺家族喜歡的關稅區排斥英國的產品,只要美洲是西班牙殖民地。 而法蘭西軍主國是西班牙軍主國的主要支持者,那麼美洲向西班牙和法國開門就是不上英國的開門。而美洲革命以後,產生了共和政府,對各種歐洲人一視同仁。一視同仁結果必然是英國人占便宜。 對於像哥德這樣老謀生算的人,這還有什麽疑問呢?英國人什麽時候真正在乎人權呢?英國人如果真正在乎人權的話,他們為什麽要把黑路賣到亞美加去呢?英國人哪裏在乎人權呢? 英國人無非是借人權為名,保護美洲的亂層賊子,好要把美洲變成英國的經濟殖民地而已。你以為我沒有看穿嗎?英國人的輿論戰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看穿以後,你打得怎麽樣呢?法國軍隊和西班牙軍隊是盜不了美洲的,你得到一個心理安慰。反正英國人已經贏了,但是在精神的試驗上來,我們有高度教養,什麽都能看透的歐洲人早已看穿了英國的陰謀。 你以為你們要騙我們理智面子一起戰,那是不可能的。英國人已經得到了理智,但是我們歐洲人可以得到面子。 我們要說,我們已經看透了英國人的陰謀,這都是你們英國人的陰謀。於是,他們就看透了英國人的陰謀,而且丟掉了美洲大陸。 在這個時代,在1848年革命前的時代,舊歐洲的正統主義政權,尤其是中歐君主國,把俄羅斯當作自己的救星。儘管俄羅斯出於國內的原因,不大有資源過多地干預歐洲,但是實際上是,歐洲保守君主國極力想把俄羅斯拉進歐洲。 為什麼俄羅斯是可以強化歐洲的保守主義政權?正如英國和1830年以後的立憲君主國路易菲利普的奧爾良攻擊了法國的自由主義聯盟,會強化歐洲的自由主義勢力。更不要說美洲,美洲是英法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 羅斯在阿根廷發動的政變,英法軍艦就要去封鎖布里埃尼斯的河口。從理論上講,這是美國軍隊在海地和巴拉馬西的軍事行動的起源。 就是說,英法以自由主義聯盟為主,為號召不允許侵犯人權的獨裁者當統。但是,戈德肯定會說,阿根廷獨立以後的傳統政權,掌握在自由派寡徒的程度裡面,對英國商品開放的大論。 比起西班牙殖民時代,英國人當然喜歡阿根廷獨立了。但是,這樣一個阿根廷注定是英國的經濟殖民地。 而羅薩斯政權是阿根廷政權的藝術。他之所以被說成是獨裁者,是因為他嚴厲地鎮壓了布里若是愛里斯的寡頭商人。他們是阿根廷自由派的主力。 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把阿根廷從英國的經濟奴隸之下解放出來,建立一個阿根廷獨立的經濟區,使阿根廷獲得真正獨立。因此,他必然得罪了英國。 英國人的老謀聲算狡猾地根本不提議羅薩斯對英國貿易和英國移民造成的傷害,只說羅薩斯侵犯領權。但這兩者是分不開的。 在阿根廷實際上是英國經濟富翁的情況下,任何是阿根廷經濟獨立的措施都要侵犯自由派的既得利益,因此非鎮壓不可。不鎮壓,無法推行反英政策。不推行反英政策,就無法建立阿根廷獨立的工業體系。 後來,比隆和瓦加斯也發現了這一點。只有跟德國人搞好關係才能對抗英國的經濟影響,但是這樣畢竟是他們成為獨裁者。什麼叫獨裁者?獨裁者就是你傷害了原有的自由派精英的利益,因此這些人就叫罵你是獨裁者。 但是自由派精英喜歡的克爾多瓦地主軍閥進軍布列羅斯·艾里斯,恢復親英派統治的時候,阿根廷的自由派媒體就全體晉升了,因為維護自由派利益的軍閥就不叫做軍閥,也不叫獨裁者。反對自由派利益的軍閥,那就叫做獨裁者。 歐洲小報的獨裁者又認為羅薩斯是一個吃人魔王,跟羅馬尼亞的吸血鬼伯爵是差不多的事情。但是要說,他殺的人比自由派軍閥一定更多,好像也不見得了,只是他們殺的人是殺人不同而已。 殺了像博爾赫斯,因爲博爾赫斯就是反皮隆的人。博爾赫斯在阿根廷是一個代陸黨,英美帝國主義一個代陸黨,所以他公開為皮尾切特這樣的親美派軍閥站隊,而不能容忍皮隆這樣的反美派軍閥。親美派軍閥是維護自由的。你看,反美派軍閥當然是獨裁者。火星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像戈德這樣的人自然會有相應的評價。 布林若斯的愛里斯的資產類似這樣的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們就算是布林若斯的宅地不是這樣,至少鄉下的老宅是連自在水管都沒有的。院子裡面有一個水缸接水,為了保持水源清淨,按照當地印象的明星說是,放一隻青蛙到水缸底部可以保證水得乾淨。 他們就喝這樣的水,至少在鄉下的劉文采那樣的地主收集院也是過這樣的日子。但是,他們的女兒在學西班牙語以前就先學了法語,而且把裝逼的階級本人在還沒有長大成人以前就已經牢在自己的腦海之中了。 博爾赫斯的妹妹洛拉,後來在布林若斯和愛里斯海什麼地方,反正不是在巴黎,好像是見到一隻臭蟲或者是諸如此類的不雅的東西。 於是,他就用法語尖叫說,一隻臭蟲,一隻臭蟲。他媽媽就呵斥說他,什麼叫做一隻臭蟲?你不就在臭蟲堆裡長大了嗎?你在外人面前、在男人面前裝逼,倒也罷了。我是你親媽,你在我面前裝什麼逼。 但是,他們在布林若斯的哲地可能是純粹歐洲式的。而且,他們在鄉下的地主收租院裡面,從那些牧民們、殿農們們收到租,然後每年逢年過節的時候到巴黎去,穿得比巴黎本地的太太小姐還要更時尚,到巴黎去遊行的時候,全套都是講華語,跟歐洲人一模一樣。 但是,他們的錢是從阿根廷來的,尤其是從布林若斯、埃里斯以外的地主庄園來的。所以,到一定時間他們又要回去,到那裡去收租。收租完了以後,去巴黎裝逼,如此來回來回來回折騰。 如果羅薩斯這樣的人殺了這樣的資產階級,這種有子弟到巴黎去講華語和說話的資產階級,那你一定是個萬惡的主庄園,沒有問題。 然後,像阿根廷歷史上不斷發生的那樣,科爾多瓦的地主軍閥組織了一支由高僑人、印第安人和自己的家丁打手組成的混雜軍隊,然後自稱上校。 帥軍宣布,像張作霖和蒙惠佛經常宣布的那樣,進軍北京,恢復舊國會,恢復法統,萬歲法統崇光,把黎元洪總統從東郊民鄉請出來,我們是真正的共和主義者,把科爾多瓦資產階級從萬惡羅沙斯階級中放出來。 同時,一路上當然也要把他們的反對派抓進去監獄裏面,只不過這些監獄是鄉下的監獄,像劉文采的收集院一樣。劉文采收集院並沒有地牢,但是他們進去的地牢畢竟是比布德羅斯·埃里斯的監獄更糟糕的地方。 這些被送進地牢裏面的人,在法國是沒有資格到法國去用法語講話的,所以他們不存在。儘管雙方殺人是差不多的,但是羅沙斯品是獨裁者。 科爾多瓦的將軍不是獨裁者,皮諾切的將軍也不算獨裁者,他們是自由的維護者。正如吳佩弗將軍是法統崇光的功臣,救國會能夠崇光全靠了吳佩弗將軍,他跟別的軍閥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注意,吳佩弗是偉大的愛國者和自由憲政的好朋友。沒有這些軍閥,阿根廷是不可能維持自由憲政的。基本格局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哥德這樣的人說,英國人主持的輿論非常虛偽,他如果知道的話也肯定會說,自由主義的英國和剛剛建立君主立憲政的法國派出聯合艦隊封鎖阿根廷海岸,不就是為了給英國商品打個交路嗎? 一定要粉碎萬惡的羅薩斯的寓意棒子黨,企圖在本國推行國產替代不買英國貨的邪惡陰謀。 但是理論上講,我們是為了維護人權,解救被萬惡的獨裁者羅薩斯關在布林諾斯·埃里斯監獄那些熱愛自由的人。這些熱愛自由的人就是會講法語的布林諾斯·埃里斯的資產階級。他們如果受到傷害,那就是自由受到傷害。 如果克爾多爾軍閥用它的高橋墓名在克爾多爾的草原上撕死了工廠,拷打致死了一百個印第安人的話,這件事情在世界的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 印法聯軍是不會為了這些印第安人的利益而封鎖布林諾斯·埃里斯海口的,尤其是克爾多爾軍閥肯定會在英國商品開放市場。 但是羅薩斯幹了這些事情,那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絕對是欺負人權的。人類是不可能實現公正統治的。 公眾輿論,至少是英美公眾輿論的心目中的壞人。從廣義上來講,就是先進國家公眾輿論制造所謂的壞人。 一般來說,他們不是當時世界上最壞的人,而是正好在國際關係的鬥爭當中跟第一流上的人處在最直接競爭關係的時候。 直接競爭來說就是老大和老二的關係。老二一般是壞人,老二鎮壓老三和老四是侵犯人權的暴行。 老三鎮壓老四和老五,雖然比老二鎮壓得更凶狠得多,但是老大的下層階級不會知道這件事情。他們以為老四和老五一定是好人。 比如說,在1978年和1982年,連歐文華萊斯是叫這個名字的,他肯定只是叫華萊斯,但是不叫歐文王教的。這樣的通俗小說家也覺得中國人是好人。 美國脫口秀演員跑到北京來,開心地對中國觀眾說:"哎呀,我到了中國,中國人用口可樂招待我,我心裡很納漫了。媽的,如果是為了喝口可樂,我在美國喝不久了,我到北京來喝什麼口可樂了。 中國觀眾大笑,覺得這是鄧小平時代中美友誼的象徵。現在我們知道了,這就是美國是幽默,美國文化真好呀。 特別是因為官方正在鼓勵美國文化的緣故,出版什麼艾科卡製算之類的東西的時候,就肯定是這樣。因為我是這個時代長大的,我知道當時暗中誘導的欺美輿論是怎麼產生起來的。 然後他就唱了一首歌,他的歌是這麼說的:"如果有人遇上麻煩,你就來找我們大東美。如果你被關進監獄,我們要替你申冤",大致上是諸詞的意思。 這是美國人的自我形象。美國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保護者。正如詩人艾瑪爾所描寫的《自由女神》那首詩,我高舉名登守著金色的大門。 全世界孤苦無一的,受壓迫、受迫害的人都到了這裡來吧,我高舉名登守著金色的大門。美國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故鄉,像克隆威爾時代的美洲一樣。在舊大陸受到壓迫的人,可以把美洲當作自己的救星。 ……博利·列茨瑪爾同志,這是一定是瘋柔寶慘嫣。但是,她早在幾年以前,在該演員和脫口秀詩人來到北京演出以前,就已經發表了一些歌德式的原理。 我們俄羅斯人跟你們美國人都是文藝復興的子孫啊。我們想不通,為什麼你們美國人這樣負責邪惡的亞洲人,他們是多麼的殘忍啊? 你看,我們是掌握了證據。中國勞改營農的犯人,他們不僅包括堅持共產主義革命影響,企圖從毛澤東這個富農分子、萬惡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冒充純正共產主義者,奮入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從內部篡奪了中國共產主義營造權的黨內不健康力量、邪惡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毛澤東的監獄連關的。 不僅有堅守真正共產主義信念,企圖把中國黨帶回到蘇聯老大哥懷抱中的黨內健康力量。 還有你們美國人最喜歡的資產階級人士,沒有來那個逃跑的上海資產階級,北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而且還有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最多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唇而又唇的屏下中農。因為在餓得半死的時候,偷了集體濃裝的一口紅薯,就被關進了集中營。老天爺,他們在集中營收到的待遇必須,蘇聯集中營還要差得多。 因為美國人剛剛因為削測蘇聯猶太人到以色列的移民配額,對蘇聯實施貿易制裁。是不是?我們有很充分的證明,我們對猶太人可好了。我們只是不讓他們去移民以色列。 他們在提交了移民申請以後,不但沒有被關進集中營,而且還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用。絕對不是士大林時代那樣,你敢提交移民申請,就把你打成帝國主義間諜。 我們蘇聯已經很進步了,對不對?想要投奔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被重營集中營,而且還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用。 就這樣,你才說我們侵犯人權?老天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中國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想要移民到臺灣的話,它會得到黨和國家的重用嗎?它那不是直接被關進來牛孔嗎? 美國人呀,你們可要清醒啊。我們蘇聯人和美國人都是歐洲文明的維持者,邪惡的亞洲人。馬克思同志他老人家也是一個歐洲人。 你們雖然認為他們跟亞當斯人有很大區別,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馬克思和亞當斯基都是歐洲人呀,篡夺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邪惡的,頭上沒有頭髮,打著一把傘到處雲遊釋放的那個孤獨的僧人,才是富滿洲的底細。 假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實際上是要復辟邪惡的亞洲人統治。而且,我們從實政主義角度上,難道不是拿出這麼多證據給你們看了?美國人呀,你們要醒醒啊。我們要聯合起來像威廉法律所說的那樣的抵制防禍呀。 所以,可不可以給我們開一個綠燈,讓我們首先和平中國。不是全部和平,只是像美國人自己不是非常喜歡的那樣嗎?當時、現在和未來都非常喜歡的那樣。 我們只是外科手術一下中國的主要軍事基地和核基地,解除美國人不能容忍薩達姆所擁有的那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是為了我們蘇聯和美國人的全體文明世界的共同利益。可不可以開下綠燈呢?美國人說不行。 而且,美國報紙還要把中國人描寫成為跟菲律賓人一樣的、可憐的、弱小的、像滿洲娘一樣女性化的亞洲人被粗暴強大的俄國人虐待。藏意形下的美國要去保護日本人、菲律賓人和中國人,免遭粗暴的、高大的俄國熊的虐待。這裡面是不是有些毛病?是很有些毛病,但是蘇聯人並沒有任何辦法。 在整個八十年代,像哪怕是在華萊斯這樣的通俗小說家的底下,它的通俗小說是由女總統阿基諾為主題的。中國人跟菲律賓人是同一類的,是美國人需要保護的、弱小可憐女性一樣的亞洲人。 中國那些比蘇聯待遇差得多的老改犯,在美國公眾心目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為什麼?因為蘇聯是老二。 中國處在今天越南的那種位置上,要給中國有貿易優惠。不僅要有貿易優惠,而且還要扶一扶1979年這名像濫泥一樣扶不起來的中國軍隊。 1979年中越戰爭的實質是,中國用十二個炮兵團,用五九四火炮,封擊越南的一個炮兵團,以十二比一的優勢打下去。結果,傷亡比例大概是三比二。 越南人全民兼兵到鄉下的老太婆都變成人肉炸彈,看起來就像毫無武裝的鄉民一樣,用人肉大戰來炸中國坦克的地步。 於是,中國人像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南京大廚殺人一樣,對越南婦女兒子,包括婦女兒子在對的和平居民,進行全方位的清洗,一定要搞出一個無人區,要不然一件安全感都沒有。 當然,越南共產黨也是絕不區分居民的。美國人至今不知道中國人在越南是怎麼樣殺人的。 而在中國軍力快要頂不住的時候,美國人給中國人運來了最先進的瞄準儀,才扭轉中國炮兵的頹勢。 中國炮兵的五十年代武器,打不過越南炮兵的七十年代武器,十二門炮頂別人一門跑,使美國的瞄準器拯救了中國的陸軍。 然後,美國的里根政府為了害怕中國像傑克斯羅、法克和柬埔寨一樣,被蘇聯直接征服,因為照1979年戰爭證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數字,差不多跟蘇芬戰爭證明出來的蘇聯軍隊的作戰數字,給希特勒的感覺一樣。 希特勒就是看出蘇聯軍隊連芬蘭人都打不你,媽的,要打你一定是很容易吧,就直接打過去了。 希特勒,李根政府也很害怕,中國人在越南暴露出如此可怕的戰鬥力,蘇聯人要順手把中國吃下,在美國人來的那些反應以前造成自身事實,這是很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須趕緊加強中國軍隊。 於是,在中蘇邊境設計的雷達戰,給中國提供了美國的雷達,還有最寶貴的驅逐艦的發動機。我們要注意,這些偉大的驅逐艦的發動機到現在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無法超越的範本,因為1989年以後美國人就停止供貨了。 以後,中國人從俄羅斯和烏克蘭搞到發動機,從德國和日本的零貨機搞到發動機,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能夠超過八十年代美國獲得質量水準的。這就是一個瓦荒電學的絕好證明。 照美國人一貫的風格,美國人永遠使民用方面的援助比軍用方面更多,醫藥方面、電力生產方面全方面給你運用美國機器,然後又發生了極其丟人的事情。 就是美國人在五十年代開發出來的清潔能源組、火電發電站,然後交給中國以後,中國人刪掉了三十年的時間,到現在也沒有刪掉出來。 這個時候美國人已經開始淘汰這些東西了。現在中國人很開心地,像買那些德國的過期產品一樣,買了很多歐洲人關閉火電站的淘汰機組。 買淘汰機組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幾十年的美國人援助機制始終沒有刪掉出來,最後還是只能買現存貨。買到現存貨後,非常自豪地說,中國火電生產終於現代化了。 可憐,山寨也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情。真的能刪掉出來,還是很有兩把刷子。像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在大清國應該算是第一樓一樣,真的能夠刪掉出來的人在中國科技界絕對算是第一樓。一般情況是,刪掉都刪掉不出來。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當時比蘇聯共產黨無論如何殘忍得多的中國共產黨,它的所有暴行,像是巴麥尊勳爵時代匈牙利伯爵和意大利革命黑手黨的所有暴行一樣,在美國公眾的眼中是不存在的。他們的眼中只有萬惡的蘇聯人暴行。蘇聯人竟然不准猶太知識分子出國,這主要是屬於外匯管制的原因。 但是毫無疑問,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美國人隨時隨地從出生開始隨時可以在離家最近的郵局辦理出國護照。在他們心目中,這種侵犯人權的暴行留下的印象過於深刻,因為人總是對跟自己的生活狀態比較接近的事情比較敏感。 美國人覺得,如果我到郵局申請不到護照的話,這實在是太欺負人了。中國監獄勞改喻裡面的人從來沒有想到申請任何護照。他們只要看守同志,不要搶他們的窩窩頭和紅薯,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但是你如果告訴美國人說,中國監獄的犯人們跟看守搶窩窩頭和紅薯,美國人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第一,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窩窩頭。第二,他們一般來說並不吃紅薯,所以他們完全體會不到被搶到紅薯以後什麼滋味。 完全體會不到的結果就是,有人報道的時候,他們也很快就忘記了。但是因為他們通常都要到郵局去拿出國護照,所以蘇聯人對那些領高薪的猶太知識分子不給他們出國護照這種事情,激起了廣大的美國公眾,包括工人階級,極大的憤怒。萬眾一心地討伐可憐的蘇聯人,而中國監獄也發生的是因為超出了美國公眾能夠理解的範圍。 因為比你階級地位低了太多,你確實是沒法理解的。沒法理解,然後人類的記憶機制的本能必然就是遺忘,因此你完全忘記了這些事情。 然後我敢說,今天中國集中營的夥食狀態比起鄧小平時代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他們在美國人最憎惡的監獄勞工和血汗勞工當中,雖然拿著低工資,但是他們還能拿到錢。 你以為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中國監獄的犯人能夠拿到任何錢嗎?放屁,你都是犯人,你還敢拿工資?打死你了。 現在中國犯人能夠做工並拿工資,這肯定意味著他們在監獄裡面的處境相對於鄧小平時代有了極大的改善。 因為他們已經變成了監獄看守的生精淡的雞。監獄看守應該不會太過分虐待的一些工人,因為大部分錢不是他們拿的。 所以我想,他們至少不一定能吃上肉,但是窩頭和紅薯應該是能夠吃上嘛。所以他們的人權狀態,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正確地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 很不幸,世界就是這樣的荒謬。像金正馬特的小說《法華客的貴子手》一樣,一個殺人犯真正殺人的時候沒有被警察抓住,他沒有殺人的時候卻被警察抓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殺了無數的民間大法,被全世界欺凝為真,極少數敢與揭蔽的人被認為是心懷怨怨恨的流亡者或者瘋子。 但是很不幸,他在說真話的時候卻被全世界認為是肯定在殺謊。而這句話就是他們說的極少數真話,而被全世界認為是肯定在殺謊的流亡之一。 中國的勞改犯以前在毛澤東時代沒有任何把衣服出口到美國的機會,他們都在修理地球,幹的活比起縫衣服來說肯定是要辛苦得多,吃的一樣差得多。 但是美國人並不覺得他們的輪圈有任何問題,因為美國人沒有買到他們生產出來的任何東西。 而現在,他們在監獄裡面生產衣服和棉花,有一部分產品出口到了美國人手裡面。在監獄裡面的條件上,他們肯定比修理地球的前犯人好得多了,但是美國人買到他們輪圈的衣服頓時覺得自己也良心受到極大的傷害。 也就是說,中國人原先是見到了美國人根本看不見的地步,現在的地位收收收得急於上升,以至於上升到美國人能夠看到的地步,於是美國頓次覺得他們的人權受到嚴落的侵犯。 之所以會是這樣,就是因為他們的階級地位已經上升到,他們所受的虐待是美國人能夠理解的那個層次。如果他們受到更大的虐待,那麼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就不是美國人能夠理解的層次。也許是北洋軍閥能夠理解的地方,那時候美國人就不會有任何反應了。 同時,中國正在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最大威脅,而越南進入了中國的生態位。於是,就像是《末日孤見》那部電影,電影現在大概是發揮了以前小說那樣的作用。 第三集,美國人千辛萬苦地研製出了拯救世界大瘟疫的疫苗,而可惡的中國人卻要破壞這些疫苗,向日本和越南噴灑了疫苗對抗劑,使日本人和越南人行將種族滅絕。 好了,現在是,不用說下一步,套路我們都知道的。美國文藉的套路必然是,美國英雄行俠仗義從萬惡的中國暴君彭總統、彭主席手中拯救了瀕臨滅絕的日本人和越南人。 現在,日本人和越南人進入了1980年代中國和菲律賓黨的生態位。當時那些弱小的亞洲人被強壞了俄羅斯人欺負,現在這些弱小的亞洲人被強壞了中國強壞的欺負,美國人還是一如既往而是救他們。 這就是格蘭西式的無形的輿論倒向。但是你一定要找出,末日孤見的邊緣是不是拿了越南人的錢,還是拿了美國反華分子的錢,才把這些故事加進去的?好像也不是。 他必然是在潛意默化當中習慣性想到誰是壞人,不讓他姐妹肯定認為法國是壞人。但是伊麗莎白時代跟他同階級的鄉下牧師女兒大概就會認為西班牙是壞人,法國是被欺負的。沒別的,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受普通小報所代表的輿論氣候所導向的結果。 而這個輿論氣候很不幸,真的是自發形成的。但是造成的效果跟馬基亞威利主義陰謀加造成的效果是一樣的。商家沒有別的,他就是為了討好普通顧客的偏見而已。 請看我的形象多麽正義,我跟任何非美的價值觀都沒有關係。對於瑞典人來說,就是要強調,瑞典人作為人權先進國、全世界難民最友好的朋友所應該做的這件事情。於是,他們就做出了相應的事情。 其實,棉花和紡織品,儘管現在的裝備人士不提,至今仍然是中國出口品的最大宗。它對中國外匯的打擊是極其大的。 但是,要說起到決定性的轉折作用,那也不見得。因為中國棉花早晚要退出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人權問題產生了一系列老大拿拿和老三的戈德式故事,而是因為中國生產者有它自古以來的那種不守信用的習慣。 就是,在棉花品種升級的過程中間,它拿了西方的轉基金種子以後不肯付專利費。結果,現在印度棉花已經能夠拿到更先進一代的種子,而中國棉花還在使用第一批種子。 之所以使用第一批種子,是由於賴債的緣故,眾所周知,惹不起你躲得起你。賠本身也沒人躲,我以後不賣給你就可以了。而印度可以買得到。於是,當時是中國占了便宜。 依靠不守規則占了便宜,但是人家惹不起你躲得起你,二十年以後就變成印度占了便宜。 所以,現在印度棉花的質量已經超過中國棉花。這是中國所有的產品固有弱點,依靠低人權優勢、壓低勞工價格得到的好處,不如技術進步得到的好處。 例如,一般人不大知道,美國棉花的成本,儘管美國不是一個很大的棉花生產國,美國棉花的成本比中國棉花的低,主要就是由於轉基金種子和科技工藝的結果。 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落後,抵償了它在低人員方面的優勢,以至於跟一般人的想法相反。中國不是棉花出口國,而是進口國。 中國大量的進口美國棉花,就像大量的進口澳大利亞鐵礦石,進口美國棉花在中國製成衣服,反過來在出口到美國。 而中國又沒有什麼資盟品牌,就造成這個現象。購買棉花原材料的錢給美國,製造知名品牌的錢給法國和歐洲的設計師。中國人賺到的是不資盟品牌,就是那些廉價的、純粹是辛苦錢的縫紉工人錢。 而隨著中國人口的老化,青年女工在孟加拉和印尼是很多,在中國卻是越來越少。因此,中國要想維持低廉,是非常需要勞動軍或者集中營勞動力的。要不然無法跟孟加拉人有無數未分小姑娘攢嫁長錢的孟加拉人競爭。 但是,這時候又橫來這一個人權大棒,中國小企業家一定會感到非常憤怒,覺得美國人無比虛偽。因此,還是共產黨好,我們還是做一個資大粹分子吧。 美國人想要收買我們做自由主義者和中產階級改革的,休想就像戈德時代德國中產階級一樣,英國人想要我們做自由主義者絕對不會的,我們要團結在普魯士君主國的手裡面,一定要通過國民經濟學來擊破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是他們必然的反應。 但是,這其實是不影響大吉的。真正的大吉,很可悲的就是,成本這個東西主要是由於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決定的。勞動力即使是在棉坊業這樣的落後產業所佔的比例也是較低,而且正在不斷降低。 所以,實際上中國棉花儘管用了各種手段來降低人力成本,但是實際上本身已經處在被淘汰的狀態當中。目前的事情其實只是一個在歷史上經常出現的標誌性的東西。 它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個標誌,標誌風向轉換,但是實際上真正的市場和歷史的變化跟它的關係是不大的。它影響的是懸耀性的那一部分比例,就是說對真正的市場份額影響的程度是要小得多的。 對中國棉花產業來說,真正的殺手不是別的,就是做三年女工,然後嫁人生十三個孩子的孟加拿女人。中國棉花產業是在越南女人和孟加拿女人的子宮上面臨著致命打擊的。 而在這個時候,美國人和瑞典和歐洲的裝逼犯跳了出來,自己把自己感動了,也感動了絕大多數全世界媒體的讀者和知道分子。 差不多真正的歷史運動就是這樣展開的。 好的,非常謝謝阿姨這一段龐真博穎的解說,確實我們大概也想像得到,當蘇聯是世界老二的時候,美國在70年代抓著所謂的寧星講的一些古拉格群島的那些破設,大罵了蘇聯沒人權的時候,我們都知道,當同時期的中國在文革的時候做的沒人權的事情,肯定是比蘇聯要更加強勢。 人家的惡劣,惡劣不知道都恩貝去了。 當然現在比較倒楣的就是,我們敬愛的中國共產黨現在跑到了蘇聯生態位。 所以他們也只能不斷的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永遠總是會當任何媒體裡面的惡棍。 好,那雖然時間上有點緊,還是有一個關於青年人的問題是想請教一下阿姨,希望阿姨能為台灣的一些青年人解禍傳道一下。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這個少子化在台灣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的。 那理論上,當這個少子化跟高齡化越來越明顯的時候,房市應該是一個供過於求的一個供求狀況。 但是呢,許多的建商呢,其實他就不斷的都在推新的建案。 而且台灣的房價其實也是不跌反漲的。 主流的看法是因為台灣的這個銀行利率啊,也就是所謂的案結利率也太低了。 基本上都是不到二的。 那造成呢,這個建商他在屯岸呢,以及投資者屯房的成本是非常之小。 所以呢,房市的投機之風是相當的盛行。 而房價跟房租這種負擔過重的壓力啊,又導致了城市青年人口晚婚晚育, 這在台灣的這個六都裡面是非常之明顯。 那麼這進一步的又加劇的少子化的問題。 我先請教阿姨的是,這個房價利率以及少子化等等的問題啊, 難道真的是無法反轉的一個惡性循環嗎? 您對於這一代的生長在他們那個薪資或者勞動所得呢, 跟房價已經脫鉤以後啊,在城市中比較難以成家立業的這些無根青年啊, 有什麼樣的人生建議呢? 這個基本上是土豪的問題。 中間的高房價是土地改革的結果,摧毀了各地土豪的結果。 而台北的房價是台灣過渡中央集權的結果。 反過來從正面角度來講,就是土豪勢力不強的結果。 低生育力的原子化勞動者是相當於燃料這樣的東西。 他們的不分不裕、晚分晚裕是一種慢性自殺的結果,是他們自身產生不出或者是沒有土豪保護者的結果。 我解釋一下,比如說全球化時代的美國也有兩種人口。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口和主要由第三世界移民,包括前蘇聯和前共產黨移民組成的東西海岸暴增的大城人口的不同狀態。 後一種大城人口應該跟台北人口是差不多的。他們忍受了洛杉磯節節上升的房價,但是他們拿到的錢比他們在印度或者上海要多,各種社會環境要更好,所以他們還是打包頭要擠進來。 這些地方的人口大多數不是美國人,所以實際上他們跟羅馬末期和加泰基共和時期的那些奴隸人口其實差不多了,儘管形式上不是奴隸。 這些地方的育兒成本是極高的,形式上的高收入抵不上房租和育兒成本。基本上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社區問題。 他們是作為像羅馬科學農業和手工業的那種奴隸勞動力,儘管現在形象是自由的方式進入的。 真正意義上的奴隸勞動力不是你在法律上是不是奴隸,而是你是不是土豪共同體力源?如果是,你就不是。如果不是,沒有,只靠你個人的,像費拉自由主義所說的那樣,全靠你個人的才能,那如果認清你就是奴隸勞動力。 你就是進入這條生產線用來當燃料用,是註定要被燒乾的。高升率力的人口和低升率力的人口在美國是怎樣的? 就是說,我是親眼見過的,在有一次教會聚會當中,然後組織者在考慮了怎樣帶孩子的問題。 這時,有一對來自洛杉磯還是哪一個西部大城市就聚會問他,帶孩子要收多少錢?其他人相互惡然。 因為在他們的生活習慣當中,沒有聽說帶孩子要收錢的事情。我閉上眼就可以想說,那一對來自洛杉磯或者西部大城市的夫婦肯定是少子化的。 他們得到的高收入,不大可能和我的了他們多養孩子的收入。更不要說是孩子的高額教育費了。但是,他不知道在這裡的教會裡面,育兒成本是極低或者幾乎沒有的,因為基本上是完全依靠義工的。 直接了當地說,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如果單獨依靠自己的話,畢竟去向自我滅絕。高生育的家庭是因為八歲到十歲的小孩就在帶嬰兒了,高中生年齡的小孩就在帶其他小孩了。 大學生回來做義工,承擔了教會學校的很大一部分孩子。夫妻兩人的育兒時間實際上是不多,他們可以不斷地生孩子。 生出孩子以後,小孩子會交給別人家的大孩子帶,而他們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也會帶別人家剛剛生出來的小孩子。 這項流水作業線,它的規模實際上比儒家宗族家庭是這樣的。他們的高生命是怎麼樣的?實際上是爺爺帶孩子。小夫妻生出孩子不完全是日主的,爺爺、奶奶和姑母、姑姑,反正長輩只要有空都會來帶,等於是一個宗族集體帶自己的孩子。 但是這種育兒機制,社會學家往往把這種家庭稱為主幹家庭。正統的看法就是,主幹家庭的生育率高出核心家庭。 當然,這種家庭本來就是五四青年和費拉自由主最痛恨的。封建宗法、長輩對青年人自由戀愛一般是不分不育的。生的孩子的話也要打掉或者弄死,像蕭鴻他們這樣的青年。 最後這些青年最後會投奔延安是必然的,因為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上最終會混到像江青一樣住在歌樓上,連許暖輝都呼不起的地步。 只有延安才他們的舊心,即使不一定嫁給毛主席,但是你至少可以加入土耐工作隊分一個幹部頭腹。否則的話,他們脫裂了封建大家庭,必然是這個下方。 而留在封建大家庭的小媳婦們是可以生很多孩子的,但是大概沒有美國的基督教社區生得多,也沒有穆斯林者的小媳婦多。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育兒機制只限於比如說我們劉家的後代。劉老太太下面的三姑六婆只關心自己的孔孫力,如果王家的孫子想進來趁飯吃的話,那是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族內是準社會主義或者集體主義的,族外是敵對國家關係。離開家族的孩子可能會被穆斯林收養,但是絕對不要指望其他家族的收養。 什麼是貧下中東和窮人?就是沒有家族的人。他們唯一的處是什麼?黑幫。加入青幫,拜翁潘前的山主,結成一個兄弟關係,形成一個虛擬社區。 要不然他們只有在某一年收成不好或者天特別冷的時候,凍死餓死在街頭。他們的孩子也許會被穆斯林受養,也許會被基督教傳教士受養。如果沒有這些人受養的話,那是死路一條。 這樣的社區,就是這樣的宗族社區,能夠維持內部的高生育力。當然,范米擴大不了,因為它有一個信式血源線在那裏面。 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會體制,他們這裡的社區是沒有這條權限的。像我見到的那種情況就是,來的人當中不僅有西海人來的人,還有烏干達的人,也有去烏干達的人或者去非洲之類的人。 這樣一個教會組織是連通全世界的,連通美國的東西海岸,連通第三世界落後的國家。這裡面的青年經常在長大到高中生或大學生年齡的時候,他們自己會跑到烏干達去做義工或者做什麽的職業。 但是,我相信他們如果跑到沦陷去去,可能會有人擠破頭利用他們的關係來移民。但是奇怪的是,烏干達人也並不奇怪。我們可以想象,烏干達的教會部落,沒有教會的人當然是有自己的部落的,必然是有自己的部落。 因爲烏干達的部落從山是很厲害的,歸一了基督教的人裡面是教會員的。他們會到美國來留學或者做義工,但是他們像是李鴻章那個時代的留學生涯,他們全都會回去,願意留在美國人幾少幾少。 樹木還趕不上美國人像是去威海那些傳教士一樣,真的發願到烏干達去一輩子住在烏干達傳教的人那麼多。實際上,美國人反而比烏干達的教會到美國來一輩子移民不回去那麼多。 這就是有共同體。你在美國好像是飲料餐什麼的都進步了,但是你是一個孤零零的人。回到烏干達去,你在共同體裡是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因爲他們真的是在留學就回去。 如果換成是中國留學生的話,必定會在快養留學期間七萬七秒的最後一年,擠破頭搞各種藉口一定要留下來。但是烏干達人真的不會這麼做。 這樣的教區,他們像是美索不達米亞那些神廟或者新大陸的城市開拓者一樣。在這個地方還是農田的時候,他們跟房地產商的合同上面首先就已經把教堂修起來了。 教堂是農田和荒地變成住宅區和居民區第一個修建起來的建築。這個事實實上就已經注定了,該地的房價是高不起來的。 因為整個社會都是教區建設起來的,教區的所有夫婦結成的這個共同體,生育下一代方便製造出來的,而不是為了營利而設計起來的。在這樣的地區,房價高不起來,而且生育率也降不下去。 而且我剛才用了東西海南的大城市和內地做對比,但是實際上起作用的主要是社區而不是地理位置。簡單地說,我剛才描繪了他的夫妻,我猜大概是剛剛加入這個教會的人,原先是東西海南人。 但是該教會的牧師本人是在洛杉磯或者西海岸什麼地方生了五個孩子以後才掉到這裡來的。他實際上是在洛杉磯也保持了很高的生育率。 反過來,我剛才描繪的那個,看孩子需要收錢的那對夫妻,如果在本地不是加入了這個教會,而是根本沒有教會的話,他的生育率也提不上去。所以這裡面其實主要重要的就是社區問題。 因為美國眾所周知,按照濫術的說法,它基本上是五月八號教會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所以教會不是美國唯一的共同體,但是至少在目前為止還是最常見的共同體。 大體上,宗教信仰的虔誠程度跟生育率是直接掛鉤鉤的,而且原因絕不是進步人士所說的愚昧,而是非常細節的因素。 照我看來,最簡單的因素就是你家的大孩子帶不帶別人家的小孩子的問題。如果你家的大孩子日常生活就帶別人家的小孩子,那麼你就處在一個高生育率的社區。 因為你長大在這樣的社區,你就會認為這樣的行為模式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別人說是帶小孩要收回一件事,你覺得這是會有一種極其古怪的感覺。 然後你自然而然地進入了這種生活模式以後,就不想別的。然後你就會製造出一個高生育率的,像生金上蜀那樣,生養眾多,繼承整個世界的社區。 反過來,你是孤零的原子人,那麼無論你是哪個種族來的,你都會傾向於自我滅絕。真正的演化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們的房子製造出來,洛杉磯的房子可能就是,是準備給印度移民賣一個好價錢,在印度本國發了財,有很大的才華,在印度本國沒有足夠的舞臺施展,到了美國以後,作為教育程度和能力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要高的精英移民階級。 眼看就要花一筆財,買得起好房的貴房的那個人,那麼你就進入了那個上升和慢性自殺的循環了。而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就是我剛才描繪的那樣的社區,高房價對他們是沒有影響的。 順便說一句,如果你按照統計學的角度的話,美國的房價的全球化時代也是在迅速上漲的。但是這個所謂迅速上漲是一個平均數的上漲。 實際上就是,東西海岸和接觸世界能夠僱用大量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水準的製藥業工程師的國際化大企業和普通的美國鄉民之間的差別。 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它就會產出大量的高房價,然後跟所有物價基本上是一條直線的,但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在新聞媒體上的美國鄉民來一個平均,得出了美國房價上漲和聲率下降的基本平均數。 但是這個平均數掩蓋的是,生養眾多的群體正在繼承事件,並且吃掉那些好像過得比他們風光體面,但是正在慢性自殺的群體。 好了,感謝阿姨這一段的解惑。我想,那麼對於台灣這一代的青年人來講,我想不管他們是在大都市還是在什麼地方謀生,我想最終還是要回到自己的社區跟共同體,是不是存在於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 那如果不是的話,其實就像阿姨所描述的,本質上最終也就是一個努力勞動力。即使是工資再高,也許到了四十幾歲終於能買上一套房,最終也是走到一個慢性自殺的一個惡性循環中。 今天非常感謝阿姨,那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那今天訪談就到這裡先告一段落。 像阿姨,那我們下次訪談再見。 謝謝你。